10分逼禁法 我們來看一下10分逼禁法 我先講一下喔 第一個 如果你在學校聽不太懂 老師講什麼是10分逼禁法 那你要先注意 到底10分逼禁法是用在哪裡 舉個例子來說好不好 我問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4是不是等於2 √9等於3 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介於√4跟√9裡面 這些開不出來 比如說√5到底等於多少 √6等於多少 √7等於多少 我要怎麼知道 √8等於多少 4到9之間不就是這些數字嗎 我是不是都不知道 那我們就只能用10分逼禁法去求 那10分逼禁法 基本上就是會比較麻煩 來你看喔 既然這一些 舉一個√5來講好了 仔細聽 √5是不是介於√4跟√9之間 所以√5是不是介於2跟3之間 那你可以第一個知道 那你可以第一個知道 √5是不是就是2點多 它是不是一個是2點 2點多 多多少不知道對不對 我會怎麼檢查 我們會有2點1 2點2 2點1的平方 2點2的平方 2點3的平方 2點4的平方 2點5的平方 可以去檢查 那這個時候你們背的 就派上用場了 21的平方是多少 所以平方出來是不是4點41 22的平方是不是484 是不是4點84 23的平方是多少 不知道那就算一下 23的平方是529 5 對529 5.29 好來到這裡停 抬頭看這邊 請問到這裡是不是已經超過5了 可是記不記得我們要的是5 所以第一個我就逼出來了什麼 我就知道√5應該是2點多少 2點多少 它是不是介於2點2跟2點3之間 從這裡 2點2點2跟什麼2點3之間 聽得懂嗎 因為2點2 4點48還不到5 2點3的平方5點29已經怎樣 超過5了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你想嘛 這個開出來就是2點2多嘛 對不對 好那接著再看喔 藍色的就是看藍色的喔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2.21還是2.22還是2.23 如果我繼續想要再看它的下一位的話 還是2.24 我要怎麼知道 好那你就平方去看一下啊 平方因為你想一下 平方看它有沒有接近5還是超過5啊 好我們來做一下這個運算非常的龐大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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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然後2 4 4 所以算出來是1 4 8 8 4 小數點後4位 所以是4點8 8 4 1 對不對 好再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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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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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加下來是不是4 8 然後2 9 4 對吧 好 所以這邊4位是不是又4點 你覺得我還有需要算2.23嗎 如果是你 你會算2.23嗎 不會 因為它幾乎已經 你可以推測說 這個是不是已經就超過5了 對不對 所以就不需要算 那你就知道更號5 是不是就介於2.22跟什麼 2.23之間 對吧 那頂多它就會要你推到小數點 第二位45到第一位 聽得懂嗎 如果它還要再請你往下做的話 那你就只好使出殺手鍵了 殺手鍵就是 你就去推測它是2.221 對啦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還要你去做 你就去算一下2.222的平方 做了一個2 聽得懂嗎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無限循環這樣子而已 可以 所以它如果要你求到小數點後 第二位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更號5 更號5 就會等於2.22 或是說約等於2.22 因為它沒有辦法四手五入 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十分逼近法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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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